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你在关心它的指数的升降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谈一谈 原本是小型股科技股三千多种 而且在非证交所以外的地方交易 全美国连线 但是这些小型种的科系股变成大型种的股票 事实上已经不能够界定是小型种股票了 对这15年来确实变化很多 刚才像少豪你讲科技股 15年前科技股至少占百分之六十几 现在占40比较平均 现在当然又多了一些消费者的服务 还有这些生物科技 这三种就是变成比较平衡 那跟我们生活有关的 你说像星巴克 我记得15年前 它只有三千多间店 现在到了两万一千店 两万多家店 所以可以说是十步一门五步一家 对吧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没错 对 所以以前的小型种股票 现在是大型种的大公司 所以这中间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15年前一家公司平均是一个billion 10亿美元的market care市值 现在平均一家是30亿 增长得很大 增长得三倍了 对 那你这样讲大公司 我就想起来 其实这15年来 我想到有三家大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超大公司 价值来讲 当然就是Apple 苹果 是 谷歌 Google 脸书 是 Facebook 这三家加起来这15年 大概创造了1.4个trillion 就是1400个billion 这个数字很大的数字 没错 14000亿美金 14000亿美金 对 我已经很难数了 对 那你刚才所讲到的 我注意到 这些都是纳斯达克的上市的公司 对不对 他们的代号都是四个字母 没错的 一般来讲 四个英文字母以上的 通常就是场外交易的小型种股票 NASDAQ 如果四个字以内的 一二三个字母 通常是纽约大型的证交所里面交易的 这个有意思 有意思啊 我们刚才讲这几个超大公司 我就想到其实你说要做比较 是 15年前的代表性公司 跟现在 有没有兴趣我们听听看 好 我记得我稍微特别看了一下 现在NASDAQ 这个前五大公司 以市值来说 当然是苹果 第二名其实还是微软 还是微软 他是15年前 他也是前五名 第三呢 当然是谷歌 第四是脸书 第五个 没错 Amazon 是的 也没缺席 亚马逊 亚马逊 但是15年前 这个阵容就不一样了 第一名 我其实印象就已经不大清楚 但是好像是微软 我记得也是微软 第二名就是网路公司司科 那个时候网路兴旺 15年前 没错 第三名就是微软的硬件伙伴 Intel Intel做晶片的 记得这个PC产业吧 对吧 那第四第五呢 就是软件公司 Oracle 甲骨文 还有这个生阳 网路工作站 San Michael San Michael 现在这家公司已经不存在了 都不存在 他事实上生阳就变成 甲骨文的一部分 没错 对对对 所以我想这五家公司 不但阵容不一样 其实背后的产业 也不同 也不一样 对 所以15年前是因为带动 是因为整个通讯行业的革命 所以带动的 你刚才讲的前五家 但是15年后 你刚才讲的 Apple Amazon Google 对 这些都跟云科技的平台有关 跟手机有关期 所以完全产业 变动的很大 我们刚才讲到说 像苹果 对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手机 对 对 那Google 它因为创造了一个安卓平台 也是跟手机有关 也是手机 没错的 所以甚至脸书 也是手机有关 都需要云平台 这些云平台的革命 造成了这一次的NASDAB 五千点 所以云平台的革命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观点 那我如果从特定的产业来 因为云平台是跨产业 没错 特定的产业的话 刚才15年前那几间公司 其中至少两间是个人电脑产业 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里 有智慧手机产业 对吧 还有你所谓的云平台 当然云端跟中端 其实是对照的 没错 所以我们看着这个 虽然是五千点到五千点 这个产业兴衰 其实误患心仪是很大变化的 没错 不光是产业的变化 好像从整个的公司 它在股票上面的反映 这个就是这个市盈的比率 和这个PE ratio 好像也不大一样 当然不一样 在15年前 几乎我想象了 飙涨的这些股票 都到100 200的PE ratio 平均大概是37 38 现在15年后 非常的健康 只有21到22而已 所以事实上15年后 公司越大 公司盈余的状况越更好 你这个讲的很重要 因为我想起来 大家之所以会谈 这个五千到五千 因为心中是有一点问号 当然 会不会是个泡沫 对吧 所以那你说我们现在的本益比 是20 21 22 虽然不低 但是绝对不是泡沫 那我想起来 2000年15年前有个口号 叫做本梦比 那个时候 因为它没办法赚钱 没有利润 称不上本益 它就是本梦 就是画大饼 做异项 那其实这个愿景 最后很多还是没实现 没错 我举个例子 我们讲雅虎来讲 15年前的雅虎 它的本益比 大概是将近800 现在只有37 所以这中间的差别 就非常非常的大 15年前的斯科 220本益比 现在只有大概30不到 所以事实上你比较的话 现在的公司越大 盈余状况越健康 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讯息 就是至少我们三个统一 就是我想很多人也听了会蛮高兴 就是应该不用担心现在泡沫化 当然还是要谨慎来往前走 是吧 乐观但是谨慎 谨慎乐观 对的 那我刚突然想起来 其实这很多NASDAQ 其实都在西谷硅谷所在的地方 没错 我最近有一个新的 来看我们西谷硅谷 跟这个NASDAQ的产业 几家亮丽的公司 你们听听看 南边85号 Los Gatos这附近 Netflix 这个是视频串流 没错 叫火红的公司 是 往北走一点 就到了Cupertino 这里有苹果 其实还有Amazon 它在这里的研发中心 没错 再往北走一点 到了101 Mountain View 那当然就是Google 对 在101再往北走一点 就到了红木城 Redwood City 那就是脸书Facebook 没错 再过去十来分钟 就到南旧金山 就是你的产业 重聚区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 再往北走半小时 旧金山 社群网站 这一条 这个 这个是硅谷的 这一带 这一带一路 其实可以说明 就是好像是新兴的 现在在发展的成员 你讲得好 一带一路 就是身材之路了 现在一带一路 变成一个很时髦的词了 那其实不仅仅是 我们讲说 硅谷 我们有的时候 也听到一个词 叫做碳谷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就是说 在科技产业里面 主要是用半导体 是用硅 或者锡 这个材料 但是在我们的医疗 科技的产业 生物科技的产业 那我们主要是 以这个生物的材料 那么生物的材料 我们大家都知道 都是跟碳有关的 所以呢 也有人把它叫做碳谷 这有意思 其实锡跟碳 都是很普通的元素 但是你看 智慧创造 就能够创造这么高的市值 当然就是有时候 如果失去平衡呢 本梦比最终是要摔到地上 那我们刚刚讲 比15年前 我就想到一两个 戏剧化的小故事 那个我有一次 在2001年 那个时候 网路泡沫 但是呢 还没有到整个经济的时候 那么礼拜天 在一个场合 跟大家演讲 我随口说5000点 纳斯大革5000点 我们感恩 1500点 我们还是要感恩 这当然是没错了 那当我做梦也没想到 因为那一天是 2001年9月9号 你就知道两天之后呢 就开始发生 很惊天动地的事 是 所以纳斯大革那5000 后来掉到了多少 1200点 而且翻转的时间点 是2003年的9月 又是两年后 所以那1500还真是 那个时候 还不到底 还没到底 其实我记得想起来 那个时候 其实在西谷硅谷 其实很多人很辛苦 其实你如果记得 很多建筑物 到现在还是空的 就是当初因为 它股票下了 然后以至于 这些公司就泡沫破灭 就消失了 那些控制的那些的大楼 都到现在还在控制 一回头就是10年以上 然后呢 还有一些工作机会 像在Santa Clara County呢 我经常说110万 是2000年的工作机会 在这个低点的时候 我相信到了85万 工作机会以下 再回到90几万 到100万 其实已经又知道 过去几年是 所以是这个 在做梦的时候 如果忘记了 这个连在地上 是很危险 所以误患心仪 不过还有一个component 我们不能够忘叫 中国的因素 因为15年前 中国还不是影响力很大 在NASDAQ 但是虽然中国 现在15年后 它的影响力 在NASDAQ成分股 并不是太大 但是它的好跟坏经济的产业 也影响到NASDAQ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来谈一谈 纳斯达克的 《昨天和今生》 they did 快乐 我的天啊 昨天和智德 那搞不过 不过 看 老實說沒有關係 對不起 沒關係 你爸爸很忙 對不對 寶貝 對不起 爸爸來遲了 寶貝 好 我想花很多時間給爸爸 可惜沒有辦法送給他 水開了 你又是這麼冒冒失失 冒冒失失跑進來幹什麼 好多事情都想幫老爸 把我剛剛擦的地給我又弄髒了 那我擦得了吧 不要 我自己來 可是他不服老 覺得我什麼都做不好 人老了 很多事情也只能由著他了 歡迎回來 很快 很快 我不知道你意思 你拋棄了我 那是二次 那我要知道 什麼事 George 我們和你一起吃 明白嗎 我們很愛你 像個兒子 但是父母有限 父親一輩子沒有和我說過親密的話 偶爾夢到 還有點怕他 不過我還是常想起他 我還是常想起他 天啊 是 才是 天啊 長得 探索 呀 你 所以 看不平 見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冲上五千点过以后 一路下滑 我们在矽谷当时生活的人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刻骨铭心的惨痛的记忆 对吧 你要回顾一下这些很刻骨铭心的故事 是吧 是啊 是啊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给大家听 对 有一个是我朋友的故事 有一个是我自己的故事 好 好 先讲你朋友的故事 我朋友的故事呢 他在一间晶片公司工作 是 网络泡沫当然就冲上一股一千块美金 一股一千块 一股一千块美金 大家都很高兴 家里很高兴 就置产 买房子 对 结果后来这一千块呢 就开始掉到几十块钱 一千块掉到几十块 对 那这云霄飞车除了惨痛感觉呢 国税局来找 哦 因为美国有些税法 因为税法叫交税 交集万分 好不容易凑了钱 把国税局打发了 过了这一关 第二年没想到国税局卷土重来 还欠第二年另外一笔钱 那怎么办 这回很惨 这回就卖房子 哇 先是凑钱交税 后面是卖房子交税 真人真事 所以后来他有跟大家分享 他其实当然他整个生命做过很大的改变 就变得更感恩 那当然后来这个故事呢 有一个好的结局 他们后来因为慢慢恢复呢 又在原来的城市 还是又买了另外一栋 没有那么豪华的房子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朋友真的珍惜 其实我相信这样的经历也不只是他一个 在我们矽谷生活的人当中 很多人都有相类似的经历 对 那么我自己那个故事没他这么悲惨 惨烈 不过也很深刻 因为那个时候帮几个朋友 有一间公司帮助上市 都很高兴 对 2001年的7月 网路泡沫 但整个经济还没完全下来 是 那到了9月11号以后 那在一个礼拜之内呢 那一批上市的股票当场是蓝腰一半 哇 跌了一半 当场点一半 没夸大 那你就可以想象这样的感觉 这样子 哇 看到你这个今天可以坦然地坐在这里 我相信你在这个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历练和成熟啊 我们都很感恩 是 没错 对 所以当我们再次看到纳斯达克冲到5000点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在心里面有个阴影说 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泡沫 但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是说 我们看到了整个纳斯达克的市场变得更加的成熟 没错的 我们从本益比的来比较 我们从公司大小来比较 我们从公司产业的分散风险来比较 现在的5000点比之前的5000点更加的健康 另外一点就是中国的崛起 归正 因为在整个的全球化当中 中国就渐渐地扩展它的影响力 而且在资金互相彼此资源上面 中国又是硅谷细谷的一个很好的借重的一个地方 所以中国来我们矽谷 我们彼此都互相的互惠 对 不光是如此 我相信说中国的那些公司 他们一方面来到美国这边是可以来圈钱 另一方面也是可以扬名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每当有一家公司在这边CEO的时候 他们那些人都是风光的很 来到纽约的这个交易场所 去敲钟 然后来开始宣布他们的IPO 可是我最近听到说 有一些在中国的公司 他们又开始考虑私有化回去了 对 当然了 物换心仪了 当时他来到我们Silicon Valley硅谷 主要第一个 我们有创新的能力 第二我们有人才 第三我们有资金 这个都是吸引中国来我们硅谷 一起创业的一个好的条件 但是事实上美国也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当中国公司来的时候 对它的会计制度 对它的法律设立的成立公司的方式 都有一定的规定 两国的文化并不一样 对 我记得好像常常有一些的传闻是说 好像有人就是做空中国的这些 在美国的上市公司 原因是在于就是攻击他们 在监管上面 可能财务方面有漏洞 而且在会计计算上面 在销售方面 借下一季的销售来做 一季销售的盈云 通常两国的会计制度并不一样 所以简单说就是 虽然有这么多吸引的正面因素 正面因素也都还在 但是这里的一些严谨 跟制度的不大一样 所以有时候真正落地维护之后 其实是有些挑战 但是当中国进入全球化当中 它必须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 没错 如果它自己不加以能够国际化的话 其实它的产品要进入全世界 都比较困难 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到说不仅仅是中国的这些公司来到纳斯达克上市 全球很多的其他的国家的公司 也在这边上市就增加了纳斯达克的全球化 没错 也能够不仅仅是使得整个的股市更加的成熟 它的影响也是更加的广泛 确实 对中国公司来讲也是一个学习 因为他山之石可以学习 美国健全的法律 会计制度 可以帮助中国更加的长进一点 对 那我在想这两次5000点 我有一个观察 特别是我们在矽谷 我们可以感受到的 就是说在当时有.com这个泡沫的时候 有一股的移民潮涌进我们的股 对不对 对 那现在我们看到说随着这整个的经济 从这个5000点落到1200点 然后重回5000点的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好像我们又迎来了另一波的移民潮 对 当时90年代的移民潮大部分是从台湾来的 比较多 像90年代 当然我的年纪可能比90年代更早一点 我们是80年代来的 对 80年代90年代 像少豪说的 台湾来的多一点 对吧 那大概90年代 特别是2000年以后 看来现在是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和移民呢 当然是占大多数 呼吸引是大多数 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在在矽谷的公司里面 好像这移民的比例很大 对不对 对 其实我最近有注意到 矽谷硅谷的工作人潮里 这个就是NASDAQ的主流 对 三分之一以上是移民 是华裔或者是 就是各种移民 印度裔 当然华裔跟印度裔 他们所开的公司 自己在做老总管的 有四分之以上 就是华裔跟印度裔 所以这个当然都是 比如1720年前 没有这么明显 其实不仅仅我们来看整个在这些科技公司里面的人分布的变化 我发现我们这一代的老的在矽谷人又迎来了新这一代的矽谷的新鲜血液 来加入这些科技公司 而且工作的态度15年前的我们那一代跟现在这一代又不一样 15年前我记得我们在矽谷的这些engineer工程师他可以拿带睡袋 很拼搏很拼命的能够为公司效命睡在公司里面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90后的就不同 他注重公司的整个社区的价值观 他愿意奉献 他看到公司有没有愿景服务人 他们的热情在帮助更美好的人生跟下一代 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就是年轻这一代其实不但是年轻的移民 像我们自己二三十年前 还包括像我们在美国带大的孩子们这一代 就是你所谓的年轻 其实他们的确跟我们在一些重点价值观是有点不大一样 不一样 看过去八年 矽谷第一个好公司大家愿意去工作的 连长八年就是Apple 对 苹果 第二名的就是Google 看看他们能对社区的服务的热情 员工愿意不仅在他们公司 愿意在社区摆上 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学习 这个确实是其实所有的企业 大家希望成为社会企业 对吧 你公司赚钱也能够对社区 那这是一个正面的 我们应该大家都要学习 有责任感 没错 其实当我们比较这两次的5000点的时候 我们发现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已经识过境迁 整个有很多各方面的变化 那么我不知道说我们在矽谷生活那么多年的 我们在展望未来 比如五年或者十年的话 你不仅仅对这个纳斯莱克 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预测 甚至他作为我们矽谷人的情与表 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可不可以做些预测 我想专家讲话之前 我们这些业余的先进口 好好好 你先讲 他讲完之后我们就讲不了了 好好好 因为这个多少点呢 这个恐怕贼等上好来说 但我基本上对于创新创造力 和一个开放的环境 而且还下一代的这些工作 我们这些移民也好 下一代的工 他们的工作伦理 其实也非常的好 没错 所以我相信其实当他们都进入工作主流 三十五岁以上的时候 我对未来是虽然审慎 但是是乐观 你已经把答案全部讲了 真的吗 公司越来越大 是 盈余越来越强 员工越来越热情于人类的改进 而且我们创造力 这种DNA基因只有更加的好 所以把柄更加的做大 我对未来NASDAQ更加的有信心 好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下一次再次来观看我们的矽谷论文件